反服帽的学运呢目前持续延烧 那对于服帽会不会冲击台湾的就业市场 现在正反利润都有 不过呢就在这个特别的时候 有52家的厂商准备大举来征裁 总人数呢高达3000多人 例如说鼎泰峰就征求了外厂的服务生洗碗工 月薪从36k到42k都有 还有呢这个铁饭碗台电也开出了37k的高薪 学历呢只要高中值以上毕业就可以来申请 服帽协议会不会冲击到台湾就业市场 各界看法不一 不过在这个时候包含鼎泰峰在内的52家厂商 决定大举征裁 征裁人数高达3000人 来逼3117号 亲切带位小龙包名店鼎泰峰准备注入新鲜 外厂服务生月薪38000到42000 洗碗作业员上看36k 总名额高达80位 同样的服务业来讲的话 4万块算蛮高兴的 我对餐饮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餐饮业不见得人人爱 想挑战更高兴通运公司 征求驻外主管月薪突破10万元 地产广招代销业务开出80k高收入 不管服帽来不来 台厂给高兴似乎对台劳很有信心 对岸自然他们优势就是工资比较低 那我们台湾的劳工就是算薪资高 可是我们具备的就是文化素养 还蛮注重细节 而且注重的话就是消费者的感受 头盖钢盔配备齐全 人人抢的铁饭碗台店六月将大征星兵 月薪37k起跳招募人数超过700人 工作啊比较稳定 就业市场回暖 想抢到高兴好投入 民众可得提早准备 东森前新闻 我们请帮李杨丽提报道